LineR 到复的学生 我觉得大部分的肯定生涯应该来自自我这个同学生 因为我觉得我受到伤害 我的第一受到伤害 所以我不生气 我觉得我的军页也受到伤害 我觉得我不开心 我觉得整个都是因为 还有一个我 OK,没问题 还有些我和女主 这个我不是一开始我们能破 这个我会一定程度一直在那 一直到最后一个神我 一直到佛 我们成佛都有一个佛我在那 佛也是个我 都最后连佛都破 那么最重要的 你现在要认知 是什么能伤害到你 比如说我现在骂你一句话 你就受伤害了 那么脆弱 那么明天你可能 你这种伤害就提升了 我骂你一句你理不理 因为耳根约通了 那可能我再打你一下 你才能会恨我 是不是 我骂你一句你根本就听不到 骂十句你也不理我 你不动心了 那这种伤害已经不存在 骂你的伤害已经不存在 那明天我打你一下 你又觉得我伤害了你 是不是 但后天打你一下 你也无所谓 觉得你打 你打左脸 我给你右脸 你打 没问题啊 是吧 因果你支付 那这种伤害又不存在 就是说 这种伤害是随着你的智慧 是提升的 就是说到你提升到 比如说是你成佛了 甚至防佛我的时候 那轻移的这个世界的很多事 已经伤害不到你了 虽然你还没有 还有一点执着未破 还没有破佛像 最终你还没有 这个大我还在那的时候 但是一般小的问题 已经伤害不到 因为你智慧足够 除非能够针对到你的伤害 你的动量级的东西 才能够伤害你 现在比如说你坐在这 比如说王伟骂你一句 你可能很受伤 可能外边那个膝盖骂你一句 你理不会 太毒伤 或者一个小孩子说 童言无忌 三岁的小孩骂你一句 业无忌 因为你的智慧 觉得你不跟他一百多事 但是王伟你就觉得 你凭什么骂我啊 是不是 大家就是平等的嘛 我是举个例子啊 我不是他 就是说 大家举个例子 你一定是执着在一句 你认为你跟他是平等的 你认为你就要计较 伤害是相对的 什么能伤害到你 那么如果现在 你还觉得 很多事能伤害到你的时候 那你就要反省一下 你跟他差不多 他才能伤害到你 你跟他是一样的 你有 他如果他的贪能伤害到你 那你也贪嘛 一样的 你跟他平等 你不比他聪明多少 智慧多少 你就要反省 你要成长 不在乎不代表你受伤害 不在乎是一种逃避 要在乎 而不受伤害 你在乎 但是心里面不动 也不伤 不受伤 哦 你这样说话 但心动都不动 也不伤 也不是没有受伤的感觉 但是很在乎 你怎么这样说我 你怎么这样说话 他不是说管他呢 就当小狗叫你 这种精神是可佳的 不管是什么阿扣精神 只要有精神就好 但最主要的 这种不在乎 其实是一种意识的逃避 当然刚开始的修行 如果实在 较真的话 也可以采取这种不在乎的方式 这也是一个方法 很多修行人只不过是大家说 无所谓不在乎 只是说无所谓不在乎 但是并没有真正看破 所以当他有所谓这个人的时候 这个人的每句话都像刀一样 当他无所谓的时候 谁说啥没用 但是他一旦在乎了这个人 这个人的东西 已经能够伤到他 所以这个不是 零等的问题吗 只是一家一家人说的话 嗯 ok 也是 但是为什么你在乎了 就是说你因为什么 很在乎他的语言了 因为可能这个是你的父母 可能是你的老公 你的几女 因为可能是你的身体 因为身体一点关系 那就承受吧 是不是说得好一点的人 就不会为了就是 他们的心就不会跟着 就是这样的忙 没关系的 如果他是你的亲人 你很在乎他 那么即使伤害到你了 那你继续爱着就行 只要保存一个爱 保存一个慈悲在那 有一天你会破掉 我的问题就是怎么可以继续爱他们 但是不受伤害 就是伤害不大 爱本身就是伤害 因为有自我的时候 爱本身就是一种伤害 为什么爱本身就是伤害的呢 因为你有自我的东西 因为有自我 爱是什么东西 爱是什么东西 在有 执着 认知 要得到 回报 理解 所有的一切 爱里面就包括这些东西 这都是自我的爱 知道吧 自我的爱里面包括一切 每一个东西都是伤害的 每一个东西 只要它不在你要求的范围里 都是伤害的 我就回答 伤害 接着 继续 推荐 比如说 不 禅 인터� 继续 法 接着 受伤害 底 多 死 温 前 不 为 判可 优优独播剧场——YoYo Television Series Exclusive